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共服务创新小学堂 你给我15分钟 我们教您一个创新新观念 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 邀请到源自大学社会际政策科学系 吴正宗吴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题目呢 今天我们小学堂要谈的题目是 用商业头脑来做公益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是社会企业 吴老师我知道您对社会企业 这个领域非常有研究 那我是不是首先第一个问题 想跟您请教 在您的研究里面 或者在您个人的定义里面 什么叫做社会企业 首先这个社会企业事实上 学者很多定义 但是从最根本最简单来讲 觉得就是两个事情最核心 第一个就是它的使命 第二个就是手段 那这两个东西把它接起来就是 我最简短的一个让大家理解的方式 就是用商业的手段来达成社会的使命 这就是一个社会企业 原来社会企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你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达成一个社会的使命 那所谓的这个达成社会的使命 这一个意涵里面 它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跟我们阐述 到底社会企业它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社会企业从早期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会谈到所谓的双重底线 是 那所谓双重底线就是 我们希望这个企业嘛 顾名思义就是能赚到钱 但是它是因为它是社会企业 我们希望它能够发挥社会影响力 是 也就是利润跟影响力之间 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的目的 但是晚近 可能我们渐渐地发现 从双重的底线 我们开始发展到三重的底线 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在社会 经济以及环境 这三个面向都能够达到一个公平均衡发展的企业 我们叫做一个社会企业 是 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你可以看到 有这个三个圆圈的这一张图 大家看到这个图会不会觉得 很眼熟呢 其实它跟我们所谓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它在追求的三个面向 几乎是一样的 联合国SDGs 它所追求的永续发展目标 分别是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 还有环境保护 刚好就贴近了 吴老师他所提到的 这个社会 经济 还有这个环境的三大面向 所以一样的我们所谓的社会企业 依照吴老师您的定义 所追求的这个使命跟目的 也是在追求 在现在的观念里面 是在追求这三个面向的平衡 对吗 对 没错 OK 就是一个平衡 好 那接下来我一个疑问的地方 其实像我们过去所学理解的 NPO非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同样也是希望能够达成 所谓的社会的使命 那还有我们现在这个 也慢慢的听到说 这个企业它除了追求盈利以外 它也要追求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到底社会企业跟原本的非盈利组织 或者是我们在追求 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企业 到底差别在哪里 老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以目前来说了 确实这个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它有点类似一个 蛮概括性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很多的都说它是一个社会企业 换言之从它的形态上面来讲 也确实是非常多元的 那我们大概来区分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NPO的 那或者是比较偏向传统企业的 我们可以把它中间切开来看 那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差别 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从目的来看 那第一个我们谈社会企业 它会以创造社会价值 是为一个核心的主要的目的 但是以像是企业社会的责任 或者是社会责任的企业来讲 它可能还是着重在于 Profit 经济利益的创造 但是在策略上面 那当然社会企业是常我们希望 在社会企业上 我们希望能够用正确的方法 来去做好事 但是在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来讲 一般而言都是用商业的手段 来支持社会的目的 那再来从一个动机来讲 那从在社会企业的动机 还是以使命为重 但是在社会企业社会责任 或者是社会责任的企业来讲 还是在利润为主 那当然对于一个克责的要求来讲 社会企业我们面对的是 所谓的Stakeholders 他是利害关系人 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这些的比较偏向盈利导向的 他主要的还是股东 那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概略上面的一个差异以及区分 是 原来是这样 听你这么讲我就更加的理解了 我还是想要再进一步的厘清的 就是因为我记得您之前在演讲里面 您有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它虽然也在从事某些的这一个公益的行动 但是做公益跟他自己的经营这两个好像是分开的对不对 然后社会企业这两个是结合的 我的认知没错吧 那是不是就这一点 请吴老师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基本上我们把CSR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它的社会目的跟它的所谓的商业行为 它两者一般而言都是分开的 它可能会透过它盈利上面盈余的分配 或是透过一些基金会来去从事社会目的 社会的公益事业或者是社会服务上面 它可能就像我们可能很多的企业 它设有一些基金会 但是它在它的商业的过程中赚取了利润 用这个利润回馈到的社会 但是它的商业行为可能跟它社会目的 它不是整合在一起 但是对于社会企业而言 这两者之间它是密不可分 是整合在一起的 例如很多的众师 可能他关心的是在一个弱势族群的 所以他的社会企业可能是怎样 提供弱势族群一个就业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的营业过程之中 又能够赚取利润 那进而让社会组织 这个社会企业能够永续经营发展下去 听你这么一讲就更加清楚了 不过从你这么多年来的研究里面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举一个例子 让我们有更具体的一个例子 来理解社会企业 好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胜利的一个基金会 它主要的服务的对象 是所谓的脊髓损伤的人 那这边首先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个就是 有能力 跟有机会 跟没有能力 跟没有机会 它这几个概念 我们可能要尝试的先做一些厘清 那对于一些 我们在社会里面很多脊髓损伤的人来讲 它是有能力的 它欠缺的是什么 它欠缺的是机会 那胜利 它发现 它们是这一群有能力没机会的人 所以它提供了它们一个 发挥能力 发挥专长 或者是 善用它们专长的一个工作环境 它们提供了一个资料建档 那对于脊髓损伤的人来讲 它或许 行动上面不方便 但是它双手 没有任何的障碍 它可能在工作 执行工作上 更能够专注在资料的建档 那所以 它的整个的资料的建档过程中 那很多的这些 有些商业的公司 银行跟它合作 发现它的出错率 比坊间 这些公司 建档公司的出错率 还要低 还要低 那换言之 它们就是证明了一件事情 它们是有能力 但是欠缺了机会 但是胜利创造了一个社会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让这些 我们认为的弱势 它可以发挥它的 藉由这个机会 展现它的能力 证明它欠缺的 就只是一个工作的场域 那现在这个基金会开始 发展出更多 更从它的触角 发展的不是不仅是更深 而且是更广 它可能还包含了一些餐厅 加油站 还有琉璃工坊 还有面包店 那这些种种的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它把它的理念 它的一个想法 扩展到更加深 加广 那将它的这种心思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去解决更多的一些社会问题 是 这个观众朋友刚刚从我们画面里面 应该有看到社会基金会 它衍生出来的其他副牌 应该都是各个子社会企业 基金会为它的母体 然后基金会它创造了多个不同的副牌 的子社会企业 那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也让我们就是印证 前面刚刚吴老师所提的 这社会企业它实践的一个理念 以及怎么样透过商业的手段 来达到这个社会目的的一个实践 那我想我们观众朋友听到目前为止 可能你也对于从事社会企业 也很有热情 很有一些想法 不过呢我也想要请吴老师 给我们想从事社会企业的 这个观众朋友一些建议 到底我如果我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 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好的 那这边的话 我尝试的跟各位同学分享 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 我个人的一些概念 那首先就是 我们做社会企业它是在做好事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尝试的 把事情做好 但是做好事跟把事情做好 它不是一个冲突的 它不是一个零和的 那两者是相辅相成 那第二个 当然在目前台湾来讲 可能很多非盈利组织 或者是一些 我们可能想到的 从事公益服务的 你除了非盈利组织 你可以另外还有 像是庇护工厂 另外还有像是社会企业 但是这些的形态 要怎么去选择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它就是一种策略 一种策略 那假设你服务的是 像是喜罕额 这些真正弱势的 或许我们提供它的 不是一个就业 不应该着重在一个就业的机会 而是一个融入社会 与人群互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对它们来讲更是重要 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下 我们或许选择一个 庇护工厂 可能是一个更加的 一个策略选择 那换言之 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形态 以及功能的角度来讲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 共善的目的 那形态 法律组织的形态上面 它只是一个策略的选择 那第三个 我们都很有梦 但是切记 竹梦要踏实 竹梦要踏实 另外 我们看到很多 在对社会企业有经验的 或者有兴趣的 想要投入的 很多都是充满了理想 但是 各位 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 经营一个社会企业 就是经营一个公司 你要有基本的 财务的概念 或是类似你的 启动资金是多少 你的所谓的 现金流量应该保存多少 这些都是一个很关键 很重要 维系一个组织营运 一个企业的 长久营运的一个根本的资讯 那这个方面的专业知识 某种程度我们要尝试的去补足 第五个 那在创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伙伴 我们要找谁合作 我们要找好人 还是要找有能力的人 那或许我们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 找到有能力的好人 但是很多情况 可能这样子两个愿望很难一次满足 那在这个情况 我们要找到底哪一种是我们共事的人呢 我这边提供一个想法就是 不要忘记我们社会企业提供的服务 不管是有型的产品或者是无型的服务也好 我们都是要跟一般的企业来去做竞争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 我们欠缺的是什么人才 那或许可以协助我们 在某个阶段里面 你要找哪一种的人 好人还是能人 那再来 另外一个就是 想法跟实际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贩卖产品 他们是我们的顾客 社会企业 它绝对不是靠怜悯 它贩卖的不会是眼泪 靠怜悯 不会变成你忠诚的顾客 那换言之 在我们的社会企业里面 你的产品是什么 那个产品如何跟你的使命 做一个有效的结合 产品能跟你的使命做来结合 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很好的卖点 那当然 行销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再来 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会考虑到资源 资源的使用 那什么是浪费 到底什么是资源是该使用的 什么是我们该认为可以省下来的 我们可能回归到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根本的 就是你组织的使命是什么 假设这个跟使命是有相悖的 这些都是一种浪费 都是一种浪费 那当然最后 我们在做社会企业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是社会大众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它的克责 我们如何能让社会大众相信我们 我们要展现出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力 那这影响力不是靠直觉 不是靠我说了就算 在我们在做business plan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先建构好一个影响力的 评估的指标 那透过这个指标 来去做一些忠实的呈现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指标 去修正我们的经营策略 那最后两个就是我们面临到一个企业都会面临到成长 可能都要面临到发展 到底需不需要 我们公司要变 规模要更大吗 这边回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一个社会企业来讲 我个人认为这个社会企业要变得更大 目的只有两个 一个可能要达到规模化 因为有了规模化 我成本可能会降低 我才有竞争力 我才能生存 那第二个 我必须要成长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能服务更多的人 我要影响我的扩大 我把我的影响力更为扩大 假设你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生存 例如刚刚提到的规模经济 也不是为了要把影响力扩大 那就我个人认为 就不应该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不要先把成长这个议题 作为一个很核心的考量因素 那最后 我们都很有热情 我们都想为社会做一件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要了解自己的极限 有的时候要了解自己的极限 不要全部全新的投入 有的时候了解自己的极限 何时 在适当的时候 那或许画上一个美丽的句点 可能也是我们在人生 在人生的决策中很重要的一环 是 以上 了解 吴振忠老师讲的是金玉良言 今天我们请吴老师来 真的是赚到了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弄清楚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 而且社会企业它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加入这个社会创新 运用社会企业的这个途径来推动公共服务的话 那么刚刚吴老师他所诠释的这十个构面的一个中固 是至关重要 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 我们再次谢谢吴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